她是一个看丈夫的背影多过正面的妻子 半年的初一到结婚 整整四年在一起不足五个月 她却始终坚守无怨无悔 孩子是早餐嘛 那个医生到处叫我这样子签字 我没办法就自己签了 她是一个长年休逝的丈夫 八年里在妻子身边的日子还不到一年 2010年我们才见第三次面 然后去见了方方的家长 八年里神秘的丈夫究竟做了什么 我和她在一起这么多年 却很少陪她 欠了他们太多了 八年后的致歉 她面对妻子又将做出怎样的承诺 有请主持人 土磊 真情致歉 从亲开始 谢谢你们都来了 欢迎来到重庆卫视 谢谢你来了 我是土磊 欢迎所有来到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欢迎你们 来认识下今天节目当中的三位老师 他们分别是青年演员王子泽 著名媒体评论人施树思 著名心理专家百艳怡 一起来看到今天的故事 老婆 真的很对不起你 从2008年到现在已整整八年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 却不到一年 孩子三岁多了 我却连一次都没有抱过她 眼她长什么模样 我都记不清了 我真的是一个很不称职的丈夫 一个很不负责任的夫妻 我消失了那块钱 你为我付出了太多 你承受了太多的打击和压力 我真的太混账 老婆 儿子 对不起 我真的错了 我以后一定会好好地陪伴你 守护着你们 一个男人没有尽到自己 殷庆的丈夫的义务 父亲的义务 我们首先有请被制线人 妻子张金慧 那是你老公是吧 对 他到底做了什么 对不起你的事 他总是一次又一次地离开 我们相识了八年 相处不到一年 从零八年的初遇到结婚 整整四年 在一起不足五个月 我戴战期间 他一次也没出现过 就是生孩子那一年年底 他又回来准备是要过新年的 一家人婚去嘛 可是他只待了两天 就又离开了 那一次一走 就直到一四年离婚 他才又出现 也就是说他应该叫前夫了 听上去你这个前夫像个幽灵啊 对 你怀孕十个月 他又几天在你身边 一天都没有 直到临盆他都没回来 没有 产房门口也没有他 没有 孩子满月有没有他 没有 百天有没有他 周岁 你找他干嘛 所有的重要时刻都不在吗 你等于没嫁呀 所以就离了呀 那你今天来干嘛 听他说啊 孩子现在多大 三岁了 孩子认识他吗 应该没多大印象 因为他见他的时候 还不足十天 然后他就走了 你今天来是想原谅他的吗 看他怎么说 看他的态度了 今年多大年纪了 二十九 想过再找吗 没有 还等着他呀 我带来看看这个臭小子 长什么模样 掌声有请 道歉人汪洋 你是最近在里的吧 VCR当中还有头发呢 是 你剃发是干嘛 是要重新做人呢 对 刚才我们的对话 你听见了哈 听见了 你做丈夫的重要的时刻 全都不在嘛 你能先跟我说一下 你是干什么的吗 现在是做网络营销吧 不可能啊 网络营销没那么忙啊 那之前呢 之前就是在做那个剧组的幕后 剧组的幕后有那么忙吗 王芝芝 有什么时候会到十六个小时 甚至有的时候到十七八个小时 确实也很不容易 但是我觉得 还是有机会回家看 孩子跟老婆 是啊 我就是这样 我就是这个意思呀 这不能 其实刚才他说完那些话的时候 我都好想挠你 我问你 想过挠他吗 挠了没有 没有 你现在挠他 你知道你很可恨吗 王芳 知道 你也恨自己吧 恨 好 你首先回答我第一个问题 你为什么要找老婆 因为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嘛 从零八年我们就认识 你多大 那个时候十八岁 你呢 二十 你还比他大两岁 在哪认识呀 在四川奴州 什么场合认识的呢 我在那边工作嘛 认识一个姐姐嘛 对我特别不错 然后当时我就去向他辞行嘛 我说我要走了 然后他说他还带来有两个朋友 然后一个就是我老婆 然后我们就是从那之后 就开始认识了 因为当时就聊得很难嘛 他当时就对我的工作很感兴趣 然后我们后面就留了电话 但那个时候不算是谈恋爱 那个时候还没有 刚认识 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怎么样 他才十八岁 比较踏实 看着他那个样子就感觉他很踏实的 像他如果是在剧组幕后工作的话 就会经常跟那些明星啊 什么哟 是不是跟刘德华在一起啊 对 肯定跟他们很接近很亲近嘛 跟他在一起跟你有什么关系嘛 那又是他以后可以带我一起工作的话 那我不是也能接近他们嘛 你为什么要接近明星嘛 明星跟我们一样啊 都是很小 很年轻嘛 都是想得很天真的 现在不追星了 你是不是经常用你这份工作吸引女孩子呀 没有 那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谈的呢 到09年中旬吧 过了一年 嗯 差不多过了一年 什么样的机缘巧合 让你们开始正式恋爱 我有时间我又给他打电话啊 什么的 发信息啊 他有时间也给我打电话发信息 当时就聊得特别来 然后我就开始追他嘛 你人都不在 你怎么追嘛 当时就是通过电话呗 他通过电话怎么追你啊 那哪是追 我那个时候 我就是对他工作好奇 而且刚开始说我根本不同意的 直观的两个条件就是 一 我比他大两岁嘛 然后就是他家又离我家很远 坐车的话都要一天 所以就这两个条件我是肯定不答应 因为我家里面我爸爸妈妈他们 是肯定不会同意的 就是他跟你表达了你没答应 对 我想都没多想我就拒绝了 那怎么又开始了呢 他也做摄影嘛 然后摄影不是用那种吊车 摇臂嘛 他要坐到那上面去 那又怎么样呢 那又因为我的关系 所以整天心脚心情不好脾气暴躁 然后上班的时候也那样 有一次差一点 从那个上面摔下来 这都是在电话里面他告诉你的 是他同事告诉我的 我后来烦了 我本来因为 他同事怎么有你的电话呢 他们一起上班啊 肯定会聊天 就这样就有了呗 正常啊 受伤了你 差一点 同事打电话 是你指使的 还是你同事打的 他自己说的 所以你担心他出事 所以就答应了他做他女朋友 我听到这样子我确实很担心 然后我也觉得他是真的想和我好 然后我很感动的 也许我对他真的那么重要 他说你是 你以为你就是 好吧 成功了 确立了关系 你应该很高兴就好好谈嘛 是 我们09年确立了关系嘛 见了第二次面 一直到10年 我们才见第三次面 然后去见了方方的家长 我是说你09年 跟他确立了关系之后 你们是在一起吗 没有在一起 确认关系之后见了两次面 也是分开的状态 那个时候我是在厦门工作啊 因为他说厦门那边比较繁华 有一个女孩子 他不放心那里 他说 还是让我回离家近一点的地方吧 哪里啊 在成都 结果到了成都之后 你跟他在一起吗 没有 他说 他那个时候说 他会在成都这边工作 但是他没有告诉我 会在那边工作多久 然后 他也是从另外一个地方赶到成都 我是从厦门到成都 我们在车站见了面 见了面之后 他把我送到了 我要去我哥的那个制衣厂 送到那里把我安顿好之后 他马上就走了 还不到一天 就走了 那个时候我就想着 反正都是在成都工作嘛 今天走了明天还 就是说有空的 就还会有时间嘛 那结果呢 就后来就没有了 就见了两面 对 你就是一接站的呀 你把别人弄到成都 你又不在成都 你又走了 因为之前他是一直 要我带他进剧主的 然后我不知道让他去做什么 所以当时就把 在成都安顿好了 就把留在成都 然后因为那边有偶然的话 还比在厦门安全线嘛 那既然09年 你们彼此根本就没有怎么相处 为什么要去见父母呢 我就是比较那种 传统观吧应该 我谈恋爱我就结婚了 张问题是 你们没有在一起相处啊 就电话里面不是聊了很多呀 就在电话里面聊 没有生活当中的实际接触 你也可以去见对方的父母 就是一般按照一般 我们那边的那种习俗的话 见父母就是更加确定的那种关系 然后以后就会 你是想用见父母的这种方式 这种传统方式来套牢他 让他更长久地待在你身边 是吗 对 见了谁的父母啊 09年我们不是见了两次面目 先是把我送到成都 然后后面就是年底了 第一次去我家见我的父母 你们父母满意吗 他去我家的时候好勤快 那一次什么都做 买了东西吗 上家的衣服都洗 买了 他买了好多 包括我爸爸的衣服 我妈妈的衣服 然后买了好多礼品吃的 你知道见父母是什么意思了 知道 见了父母之后 你跟他在一起了吗 没有 那你有去哪儿了 那个时候还在居住 后来见了你父母吗 见了 隔了多久见了你父母 是10年过年 那也就是几个月以后 就见了你父母了 对 是准备结婚吗 他爸爸妈妈在催 我那个时候都还比较小 都没有答应 然后只是带他回去 见了我父母 双方父母都已经现了面 这个时候应该 踏踏实实在一起了吧 那个时候还在居住 还在居住 因为一直带不了他 在10年然后下半年嘛 和几个朋友当时在深圳 就商量做一个公司 然后叫我过去 10年下半年 才把带着一起去深圳的 10年的下半年 他又把你弄去了深圳 原因是要在那创业 那个时候他根本没有告诉我 他没有说他要去那里创业 那他跟你说的是什么呢 他就说他在那边租了房子 然后我上班也可以住在那里 他也在那边上班 我本来那个时候也有一点犹豫 但是我想着 双方父母都见完了 然后要是传出去 你又又从成都到了深圳 对 我就去了深圳 他说哪儿就哪儿 就跟他去哪儿 你们的感情在哪儿 信任在哪儿 我想问你 你之前把他从厦门弄到成都 成都又弄到深圳 他每一次都特别听你的 所以他到了深圳之后 你给他安排了工作吗 还是他自己找的工作 我刚安排了一个工作 你接受了他安排的工作 然后选择了跟他住在一起 是吗 那么公司开起来了吗 那个时候我根本不知道 他要开公司 他根本没有跟你说要开公司 你为什么要瞒着他 因为当时我本身自己 也没有多少钱 不想让他担心太多 所以说就没有告诉他 那公司开起来了吗 开起来了 开得好吗 开起来好 好了多久 不到一年吧 就是说差不多一年 你们是在一起的 这一年 不是啊 表面上相当于 我们有半年的时间在一起 对 实际上失去少里多 他总是回来两三天 然后又走开 对啊 他不是在深圳开公司 怎么可能回来两天又不在呢 因为公司要做一些项目嘛 就要出去嘛 出去 出差是吧 对 所以我觉得特别奇怪 你在深圳 接受了他安排的一份工作 然后你老公在外面干什么 你也不知道 但是你却跟他结了婚 是这个意思吧 是在深圳结了婚 还是在老家 回到老家 那结了婚之后 你们又回到了深圳吗 没有 因为结婚的时候 他已经怀孕了 需要很多钱嘛 所以说我就 没有再回去深圳 去做其他工作 你是什么时候怀孕的 一二年初 就年底结的婚 年初就有了孩子 那他又是怎么给你解释 不回深圳的呢 那是我强烈要求他改行 因为如果他真的住了一行 有潜力 有发展的话 那那几年多多少少 也会有一点积蓄 结果他有积蓄吗 你说如果有积蓄的话 我们的婚女办的 一点都不快乐 结婚结的一点都不快乐 他们办的那会儿 我家人是怎么过去的 他住了一个大卡车 卡车 搭了一车人过去 结果亲戚朋友 都挺不开心是吗 他有没有跟你坦诚地说过 我有多少存款 也难怪 他连开公司都不告诉你 不要 你要求他改行 不回深圳了 那你在哪呢 我就在家里代产了 就你回你家去了 那改行他干嘛去了呢 他的那个姐夫 是在工地上织模的那种 他去跟他亲戚去做活去了 我是想着让他去学了一个 但具体的他去做什么 我没去 肯定我不能确定 你也不知道 你去哪儿了 工地上 然后做建筑工吧 干了多久啊 干了三个多月吧 一个月多少钱啊 反正都是两千多 不到三千 寄了钱给他吗 他在家里代产 你要做爸爸了 没有 没有 为什么不寄呢 因为那个老板 也没结账 我走的时候都没结账 然后最后那个钱是 让我姐夫去给我结的 什么时候结的吗 我走了一个人 将近两个月才结的 两个月之后结了钱 也就是一共六千多块钱 三个月 对吧 他给你寄了钱没有 你分钱都没寄啊 我贷钱之间他是没有寄 为什么不寄钱呢 因为那个时候 手上自己真的没有钱 那你回去看过他没有 没有 你也没看他 你也没有寄钱 当时走不了嘛 怎么走不了呢 你不是刚刚离开第一份工作 找第二份工作中间 就没有间隙吗 没有 然后离开那里了 我就直接就去了浙江 你跑浙江去干嘛呢 我姨父在那边 一个那个铁塔厂嘛 然后进了那个铁塔厂 你生孩子之前 他回来看了你了 生孩子之前 一次也没出现过 就是生孩子的时候 住院期间 他回来一个礼拜 是生了还是没生 生了 生下来了他才赶到 我还没出现了 你在外面打工 不能请假的吗 当时没钱嘛 就考虑到要多挣点钱嘛 行吧 他生孩子生完了之后 你回来带了多少钱回来 四千左右 不够 够不够交生孩子的费用啊 不够 生了个儿子高兴吗 高兴 他高兴吗 他到的时候我看不出来 只是刚刚他说他高兴 我才知道他高兴 你待了多久呢这次 这次待了一个星期吧 这一个星期他表现得好吗 挺好的 哪儿好了 天天就像跑腿的一样 我的家到医院 我的家到医院 你又觉得 嫁给这个男人是值得 是吗 你父母肯定没有好脸色给他吧 那个时候 我父母也是一直反对的 再加上 后面生孩子一些 生孩子手术是谁签的字 是我自己 孩子是早产嘛 突然早产我也没有防备 然后是我妈妈和我那个大姑 我去医院的 他们两个都不识字 我当时真的很痛的 那个医生到处叫我丈夫签字 那医生就说 如果再不签字 再不进产房的话 他就大人小孩都会有危险 我没办法就说 他可能赶不到了 然后就自己签了 手都在发抖 那个时候我进了餐房 还在想着 他是不是下一刻就会到了呀 陪了你一个星期就走了 嗯 你怎么会放他走呢 因为他回来就得那么一点钱 孩子已经出事了 要用钱的地方很多 那个时候他就告诉我 他以前是一点积蓄都没有 所以现在要赶紧出去证 养家户口 离开了之后 下一次回来是什么时候 就是生孩子那年年底 孩子是农烈到八月初三出生的 那个时候才四个月 为什么回来是给家寄钱还是 不是因为临近过年了 然后我就辞着 我说要回去看他们嘛 然后他和他妈妈都在 都在家 因为我到了那天 买了一些东西 然后他妈妈在外边 我到了我就叫了 叫了几次 他妈妈都没有回答我 然后当时我就觉得 是不是有点 对我意见很大或者 他说怎么的 然后我就待了没多久我就走了 你是生气了吗 觉得丈母娘对你不好吗 可能是就是说一个是我 没有钱嘛还是怎么的 他可能看不起我吧 下一次见面又是什么时候 那一次他一走就等到14年了 12年到14年隔了两年 他走了两年 在这个过程当中 小孩子生病怎么办呢 其实他回来之前 小孩子就生病了 我有打电话告诉他 他那个时候没有赶回来 而是到了年底才回来的 那他对孩子的病上心吗 我在电话里听到他的语气 是不能不热的 之后他没有主动打过电话 关心过 其实小孩子就是得得善气 善气 医生是说那种病呢 如果控制得好 控制得好他不哭的话 那个伤口会自己愈合 但是如果你控制不好 三个月太小了 根本无法做手术 不能做手术 他如果一直哭一直哭 哭三个月 那他不是哭得要哭死了 那个时候我好急好急 只要他一哭的话 我就整天整天 整夜整夜的都不能合眼 我妈妈她们也是 白天闹着回来 晚上也要轮流照顾 这些你跟他说了没有 说了 他的反应是 语气就是不能不热的 没有回来也没寄钱回来 这两年一直没寄钱 没有 你没有打过钱 你也没有回去看孩子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当时因为做生意 然后就用我之前 在深圳公司去贷款 然后亏了过后 那个吹债 就不敢联系他们 欠了多少钱 大概有个十几万 所以那两年 你一直没跟他联系 也没有寄钱 就是怕别人 会找到你老婆 对 这些事你都不知道是吧 不知道 至于欠债 因为一个律师打电话 要找他还债 垂债 然后我是知道这个垂债的事 后来怎么离得婚呢 那个律师打电话 就说我们是一家人 他的债务必须由我还 这是我的义务 找不到他人 我也找不到他 对 然后我在家里带孩子 根本就没钱了 他也没寄过钱给我 那我肯定就无法偿还 那我的户口 债我爸爸妈妈他们 跟他们是一起的 我没法还 就让我父母还 我想的 我爸爸妈妈已经为我付出那么多 我不能再牵连他们 而且他之前根本就没有为我付出任何 我根本就没有义务去为他偿还 那么多债务 那十多万 你想我们都是农村的 我爸爸妈妈一辈子都是 心心恳恳的农民 根本家里面的那个经纪人员 根本就不可安喻 十多万的话 对于我们家来说 就是一个填文数字 那律师说的 只要我们一天没离婚 那么这些债务 你和你的家人 就有义务替他偿还 你是因为分居两年以上是吗 对 我去咨询的律师 有周灵四舍证明 这个男人没有回过家 对 所以不需要找到他就可以离婚 我问一下你 你在离婚之前 你们俩见过面没有 没有 没有见过面 13年初 他想接我和孩子一起的 但是孩子刚刚犯完生气 还不到一个月 我不能确定他生气有没有痊愈 你不是在躲债吗 没有 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 真正开始是13年下半年 为什么要提出见面呢 你自己回来不就是了吗 你又没有债务 那个时候发展还可以吧 做的 因为我就想把他们接过去 接到哪儿去 接到杭州 这次不去是因为孩子对吧 对 不是你都有钱把他 说能接到杭州去 你为什么不给他 寄点钱回去呢 两年 前面经常通话嘛 然后他就跟我说 他家里嘛 经常让他去相亲啊 他父母不同意我们在一起嘛 后面我就不想给他寄 你的意思是说 他家里人对你的态度 以及让他去相亲激怒了你 所以我有钱我也不寄给你 孩子我也不管 是这个意思吧 对 然后呢 然后13年过后 然后就开始亏了 我就电话就换掉了 然后他也联系不上我 我就联系就消失了 那离了就离了吧 今天怎么又跑这儿来了呢 我一开始拒绝来这里的 因为我在成都那时候 青年看见了好多的离异的家庭 组合的家庭 孩子的性格都很孤僻 你现在在哪里工作 现在在江西宜村 在宜村干嘛 就做网络营销 月薪多少 好的时候有个一万多吧 有存款吗 现在还没有什么存款 你不一个月一万吗 去年年底才开始做 然后今年我就 包括还交房租啊每个月 所以你现在是想要跟他 再重新开始是吗 因为考虑到孩子嘛 如果说离婚了 对孩子伤害真的很大 你早干嘛去了 今天为什么要来道歉 因为这已经还完了嘛 我想就是重新来过 因为毕竟我和他在一起 这么多年 却很少陪他 包括孩子欠了他们太多了 人嘛总 总会有醒悟的时候 汪洋他是一个在内心当中 对于亲密的情感关系 有很大带解决的问题的人 他有他自己的原因吧 而你今天来到这个现场 你说我抱着一丝丝的期待 如果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我将要给我的孩子 一个完整的家庭 如果你们真的 都去为孩子着想的话 请拜托你们 不要再像以前那样生活 孩子是无辜的 你凭什么去给予他们 这样的一种陪伴 这样的一种榜样 这样的一种教育 我劝这个女生 为了你的孩子 为了你的家人 你要勇敢 你要坚强 不是在你快要30岁的时候 此时此刻坐在这个椅子上 只是一直哭 一直哭 一直哭 我们同情你 但是我真的觉得 人的命运都是自己安排的 他们俩逻辑混乱 这种混乱 背后就是生活的混乱和草率 其实我要谢谢你们俩来了 告诉我们什么是轻率的生活 轻率的爱情 和轻率的父母 你们将作为一份是警示中 提醒更多的年轻人 不要轻率的恋爱 不要轻率的以身相许 不要轻率的当爹当娘 不要轻率的道歉 王阳 王阳 你看着我 你是爹 我也是 咱俩是两个父亲的交流 好不好 好 你能来 证明你良知 没有完全泯灭 你必须为你的轻率 为你的混乱 为你的缺德 付出代价 用医生去补偿 尽可能 让你的孩子 有一个正常的生活环境 希望你能够 当着千千万万的观众 做出一个承诺 至于这个妈妈 你们俩这种选择 我无权干涉 你以一个妈妈的名义 面对你幼小的孩子 不管将来 与这个男人 是不是携手终老 记住 这叫天良 孩子无辜 一定要对他好一点 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 比在一起更重要的吗 网上不是说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吗 你们没有在一起 你说你们结婚干什么 生孩子 生孩子 你说你们生孩子干什么 你没有看他慢慢慢慢 学会说话 你也没有看着他慢慢慢慢 学会走路 甚至到现在为止 他都不认识你 你说你生个儿子干什么 我都不知道你们俩认识 恋爱 结婚 每一个这样的关键时刻的支撑 是什么 你们现在都是一头雾水 今天 道歉是你的权利 即便他不原谅你 你也有对孩子的探视权利 但是原不原谅你 是不是愿意再次跟你在一起 那是他的权利 我们也无法干涉 谢谢你来了 因为 真的对不起你 这么多年 真的欠你太多了 现在我已经把账还完了 然后我还是想 和你们好好的在一起 好好的陪伴你们 以后我们不要再分开 好好把孩子带到 好好的 爸爸妈妈妈 对不起你们 这么多年 你们为我付出太多了 我辜负了你们 希望你能原谅我 我从今以后 我也好好做的 好好地孝敬你们 把礼物放在传送袋上 转动传送袋 x 抄吗 不抄 为什么不抄呢 你觉得对我们孩子 就没有一点点愧疚吗 他生下来真的 没有尽到一份父亲的责任 对你没有尽到一个 做丈夫的责任 那你原谅他吗 我来这里 就像老师们说的恋子 孩子是无辜的 他来到这个世界上 也是我们犯下的错 我也是希望可以弥补 这次过错 你能再给我一次成功吗 以后你能不能做好 做好一个父亲 可以 你的意思是他给了承诺 你们可以复婚是吗 基本上是 那你还是把礼物拆了吧 什么呀 来 当事 给我 房子要啥 对 在哪儿买了房子 在宜村 为谁买的房子 为我们一家人 如果不复婚 这个房子可以给他吗 和孩子 可以 真的可以 你站这儿来 房子付清全款了吗 只付了一个首付 这套房子多少钱总价 才二十多万吧 你若是真的想 好好地补偿这个女人 在这些年 好好地对她 好好地对孩子 如果你真想复婚 行事不是个问题 关键是你的个心 是不是在他们俩身上 好吗 好 好好地开始自己的新生活 回去吧 因为真的对不起你 这么多年 真的见你太多了 我还是想 和你们好好地在一起 希望你能原谅我 男人想不清楚自己的责任 女人想不清楚自己的生活 结果就是像他们现在 此时此刻一样 我希望张静慧 汪洋 好好地对那个孩子 如果你有什么 对不起的人 想要说道歉 欢迎来到这个舞台 我们一定会帮助你 把这句话说出来 下期节目 不见不散 中国故事天下传奇 重庆卫视 请不吝点赞